哈喽大家好 我是靖景 今天我们来试驾蓝图之音 之前我们在静态蓬拍的时候 其实这台车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它的很多设计啊 功能上是很拿捏年轻人的小需求的 而且它三点部分的这个985学霸 也是让我印象深刻 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来体验一下 它开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首先呢我们今天开的这台车 它是一个长续航超充版 其实就是次顶配的这个版本了啊 它的动力部分呢 虽然它有四个版本的车型 但其实动力部分就是三种 一个是四驱的前后双电机 都是160千瓦的电机 还有一个呢是215千瓦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台 是一个230千瓦的电机 它是一个平台的不同 所以动力上稍微有一点差异 我其实觉得我们开的这台 后驱版的车型啊 如果你不是说对于动力 有卓越的这种追求的话 这个动力是完全够用了 百公里加速是6.8秒 我觉得超过大部分 家用车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电机这种直驱嘛 它也是体感上 还是感受非常快的 其实电动车快 这个是所有电车的一个共性 但是我觉得不同的电车 在调教风格上 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比如说我觉得蓝图之音 它的加速踏板呀 然后包括这个制动踏板 其实调教的偏向柔和 它给我们了一点小小的容错的空间 就不太会有那种特别急加速 和特别急刹车的这种情况出现 带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对于车内乘客的友好 因为很多人晕电车 就是晕它这个急加速和这个急刹车 如果有了这一点小小的空间之后 其实对于车内乘客的这种不适感 缓解的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台车呢 还有舒适刹停 我关上和打开都体验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体感上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就对于我们这种走走停停的路况的话 它那个刹停的动作 点头的这个意志还是非常的有效的 之音的驾驶模式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一共有六种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自定义的设置 像方向盘的助力等级 动力模式 底盘风格 这些都是可以调的 能量回收也有三级可调 那说到这个底盘风格 其实这个方面是我刚开上这台车 给我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它的底盘质感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配有CDC可调阻尼悬架 而且它有这个主动育苗的功能 就你前面5到15米的这个路况之内 它可以用一种非常快速的 这种速度去进行扫描 如果比如说出现减速带 颈盖 这种特殊的路况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的去帮你调节 成小阻尼的这种状态 让车里面的乘客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那除了对于舒适性有帮助之外 对于支撑性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像车身姿态的这种控制 你这种抚仰侧倾 都是有比较好的意志的 之前我们在澎湃的时候也提到过 就是支音虽然没有使用双层夹胶玻璃 但是车窗的四个玻璃都是 5毫米的静音钢化玻璃 整体今天感受来说的话 就是它的隔音性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于外部噪音的隔绝还是比较彻底的 所以车内整个精英性的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OK的 驾斧方面 它的领航辅助采用的解决方案 还是高跟地图的解决方案 所以局限性就在于 它的使用范围相对于来说会窄一点 现在只能实现高速的NOA的领航辅助 然后对于没有高跟地图覆盖的部分 其实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然后驳车域的功能还是比较丰富的 像自动驳车 遥控驳车 记忆驳车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蓝图真一这台车呢 它是主打年轻人这个市场嘛 相比起蓝图的其他车来说 更具有性价比 然后同时功能上 我觉得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功能 那之前澎湃的时候 我们去体验这块曲面屏嘛 就觉得还比较有意思 然后今天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我的感受就是它非常利于盲操 就它两边这块不是可以去调节 屏幕的亮度和音量嘛 就是我完全不影响开车 我直接这样就可以进行调节了 包括你三个指头这样一滑 它就飞到副驾那边去了 还有就是它曲面屏的这个侧边的部分 可以像手机这样去推出 我觉得还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的 还有呢就是这个副驾 可以弹出的这个小周板 其实我们之前也都没有在其他车上见过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AR HUD 整个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但是它做的比较清楚 还有呢就是它会有各种不同的风格 你可以自己去选 你比如说我其实平常就比较喜欢 看HUD里面的导航 那我就可以调成导航的 然后包括调成AR的这种呢 它会有这种标线 然后会让你看的会更清楚一点 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符合 年轻人的一个用车习惯的 蓝图之音一共有四个版本的车型 我觉得这四个版本之间 它的倾向还是比较的明确的 比较好选的 你比如说你对于动力上 有着比较极致的追求的话 那四驱版本的车型比较适合你 那如果你对于平常这种充电的速度 充电的效率有需求的话 那要选800伏平台的这种车型 它一共有两个版本 600多公里的和一个901公里续航的 就像我们现在开的这个 我觉得日常用也够了 但如果你平常经常会跑长途 跑高速的话 那我觉得901公里续航的那个 就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和用车场景了 好了 这个是这一期的车后出见 我是静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